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這一集《時代木人》 我是梁國全傳道,香港教育更新運動總講師 可可心,今天請到孫恩浸水會徐建能牧師在我們當中,孫恩浸水會徐建能牧師 大家好,我是孫恩浸水會徐建能,教育在大圍 我也是2009年回到自己這間舞會,服侍到現在 到2015年開始做唐主任,一直做有學 到現在接棒也有8年的時間 2015年也不算是香港很動盪的時間 也算是早期有一批木者交棒的時間 你也是接棒,做唐主任,在堂會侍奉了多少年? 2009年至156年,能夠接棒和按摩 算快了 這一集想和徐牧師討論教會信徒培育的挑戰 原因是在這幾年認識徐牧師教會培育的情況 特別是有三件事,第一是小組組長的培育 第二就是培育領袖的廣道 第三就是青年人的培育 可以說一下徐牧師,你接棒之後 為什麼會從組長的培育開始? 好的,我們教會是1997年開始在大衛 已經很快就用小組教會模式,小組 去到2014、2015年 其實我們已經做了很多年 其實很多小組都停滯了 很多組長都做得很辛苦 我自己入十學之前都是組長 我自己都很明白 所以當時教會也有一個呼聲 就是要想一想小組怎麼繼續去 我和一群導演節目一起探討 又去研究,學習習習習習習習 最後我們也有去IDMC 我剛才講的門徒培育 那個講座 會不會我們的小組和門徒訓練可以結合呢 於是就產生了這樣的想法 特別在組長上面 就是當時我們很多組長都做了十年以上 其實做得很辛苦 就算我自己認為多厲害多有抱負 做了十年都是做那個位置 其實都很感受到那種肝 那種繼續頂住下去的感覺 也未必找到人接的 直接舉目無人的感覺 所以當時我們一直想怎麼改革小組 其中一個我很想就是 令到組長的服侍 他是服侍得都好 他能夠發揮到的 但是又不是過於重擔 就是有些東西不是他那個層次去揹著 是應該同工的 是傳到人 所以我就試一下這樣拆解分開 那我當時就提出了一個很大膽的 就是我希望我這個新的做法就是 組長是做五年而已 五年就一定要找到下一任的組長 那拖頭大家都是先聽著的 但是就是去到第一個五年 我就真的開始很認真 就跟他說 不行一定要找 你一定不可以繼續做的了 你怎麼都要找到人出來 逼都逼都來 當然都是試一下跟組員聊天 還有我自己都會參與 就是譬如組長覺得 有一兩個頂姊姊妹都有可能性能 不過他們都有很多問題 可能很多hesitation 不要緊 你告訴我誰 我跟他聊一下 我了解一下他的心志 我解釋一下給他聽 為他祈禱 真的又很感恩 又做得到 連組長自己都覺得很驚訝 我以為沒有人願意做的 原來神都會預備一些人 或者試過這樣溝通 挑戰 給大家一個目標 原來都有機會去做得到 很感恩 我們現在 由那時候少了改革 到現在 其實已經七年了 已經完成了一次 我形容是一個世代輪態 就是說 我現在那個目區全部組長 都是第二代的 都是未做過的 開始做的 我覺得這個經驗是給我很大的鼓勵 就是 還有看到原來一個叫做 有目標有限期的事奉崗位 其實是一件正面的事 是在推動著 就是大家知道 哎 不只是我一路做 有人做就算 嗯 而是我怎樣做得好之餘 又幫到其他人都上來 嗯 那我覺得這個是 開始在我的目區 形成了一個氣氛 那這個我覺得 就是都是一個推動 都是很好 很難得啊 這個有點文化上 還有那個 就是傳統上的改變 那你還是一上做唐主任 就帶來一個改革 那就是 你自己都是要什麼目區的 教育現在有多少目區 現在就四個 四個就大概有多少人 現在就百多 二文後 對 八五左右 二文前 二文前就二百左右 二百左右 那就是 大家可以拍照到 孫英浸淨妹 就是傳統師教會 那個尺寸 我都聽到都幾特別 原來是一五年 一五年 教會都很輕盛 還有很多人 但是呢 為什麼這麼多人 就好像組長 要一直做到這麼枯乾 好像舉目無財 其實不是的 原來呢 就是當阿全牧師 在嘗試自己的目區 開始去 帶來一個文化上的改變的時候 就是 會有人去接替得到 其實 其實阿全牧師 你用的方式 我知道你 就是教會以前 有一個門徒訓練系統 那你也有說過 似乎是需要改變 用了九年的時間 去到一個小組改革 那你去 現在培育一些組長 有沒有一個方式 你用 怎樣做 OK 我們是嘗試將 就是門徒訓練 和小組的生活 結合 所以我們很強調 小組裡面 組長組員都是 不斷要去 有成長 有目標的 那 如果你說培育組長那裏 也是透過一個 我 作為一個目區 就是一個區目 和組長 一個更加密切的 的關係 就是定期的 可以和他一起的 去 聊天 分享 了解他的 不只是侍奉的情況 是服整個生病的情況 和他一起去面對 一起去 祈禱 那我想 就是 建立一個這樣 就是 藉著一個 侍奉崗位 但是建立一種 就是司徒的關係 是 那就是 所以 是不是有沒有什麼 材料 就是有沒有十貨 訪問 告訴你 怎麼做了一張 沒有的 但是一直做 他遇到什麼問題 我跟他一起去拆 有些是 我覺得他是做到的 見見他之後 等他去做 但有些 我覺得 咦 不是喔 其實 組長不應該付過於 就是 一個 就是 一個 就是 師妹 就是 服侍者的 應付能力 OK 那些部分 我幫你做 我幫你拆掉 我想 一個合作 和一個 類似 一個 司徒 這樣的系統 我就看到 這些組長 一直生命都在進步 這個是很開心的 以及 他進步得來 他更加有把握 就是 我經歷過一個 生命成長的過程 我找人 再不是說 我做夠了 找一個人幫我頂住 不是這種的 概念 而是 我真的覺得 做組長是幫到我成長 所以我很願意再找 其他有potential 挑戰他 讓他都有一個這樣的位置 或者這樣的機會去成長 整件事 我覺得正面很多 是啊 你做四個目區 現在四個目區都成功交棒 是嗎 不是 因為我不是要求所有目區的同工 或者區目 都要跟隨我的 因為我覺得 都跟那個答應者的 想法氣質很有關 不是一套東西 就放諸所有人都用得做到 所以我是用一種 我一直有的經驗 我就跟同工分享 嗯 他覺得哪些適合他用的 他就拿 但沒有要求 一模一樣 其他的目區 就可以參考你的方式 是啊 即是你都是Mentor 其他同工 但又不是用一套硬塞的方法 但是你自己的區 有幾個小組 那幾個小組 六個小組都成功交換到 成功 哦 百分之一百 是啊 我現在期待就是 第二次的世代輪體了 啊 啊 即是未來三年左右 啊 就會出現了 那我自己中間有一個這樣的觀念 就是 我第一代的組長 他交了給第二代 我就跟第一代的組長說 你還未完工的 你什麼時候才真的完工呢 就是等第二代交到給第三代 嗯 那你就完工 因為他第一代和第二代的組長 仍然在同一個小組裡面 那第一代呢 其實可以成為一個第二代組長的 輔助的 輔助的 或者是 就是有在這裡 安心一點 開頭 那那一晚呢 就有一個back up的 是 就是要退的 那我也會告訴他 什麼時候 是 就是他可以的 你給多一點自己發揮 不需要給那麼多意見 你輔助 或者甚至back up就可以了 是 那我看就是 但是這件事是很 很按住 那個情況 狀態 那個人的生命成長 來去 就是看 怎樣擺位 怎樣下落 我覺得幾interesting 就是 我講回你的目區 有六個小組 六個都能夠成功交牌 而最初呢 大家在 你做唐主任的時候 然後你警察到 大家很累 好像看不到什麼 有人肯接 怎樣能夠改變 你的目區的組長 都願意去找一個接班回來 而他們真的找得到 經理這件事 經理這樣當然會覺得 可以 但是怎樣 開始他們抗拒 或者不懂得做的時候 又能夠開始得到 就是文化的改變 我想就是一個 首先就是 我給了一個價值觀 我當然很欣賞那些 做得很久 很忠心的組長 我說你做得很好 要不然我們更加散 更加不行 但是這樣是不是最好呢 我就開始挑戰了 就是 其實 你做得好之餘 又令到別人都做到出來 上來 是更好 嗯 開始就是 好像用了一種滲透 或者我經常強調 告訴你 其實 到底姊妹都要成長 嗯 如果你做得這麼好 他反而會覺得 哎呀 我一直都要跟這個組長 就可以了 我不用 我想了 其實是他少了成長的空間機會 嗯 那我就一路就 就是類似衝擊這種 就是跟這六個組長一路開會 或者這種的心 就是心態 思維 就是說 總之這些事情有人做了 就可以去衝擊這個 當然呢 一定是要有些人才能者的 所以我不是六個都同一時間的 OK 我是有一個組長 他是第三年已經可以交換 嗯 做了一個示範 做了一個示範了 成為其他人的一個鼓勵 當然我有一個就是 他真的做了二十五年 去到第五年的下半年 他都跟我說 找不到 沒有啊 真的沒有人啊 怎麼辦啊 我就直接是這樣跟他說 我會不惜一切都令你嫁老婆 那他真的收到這件事情 可能他就感受到我的決心 決心 還有我真的覺得 我的價值是這樣 我不到最後一刻 我都不會這麼輕易 就是放棄這個價值 所以我 我跟你繼續 繼續想 繼續祈禱 繼續接觸那些 有潛質那些 再跟多些 你的組員聊天 他們有些什麼 想不通 或者疏解不到 我儘量解釋 希望大家都 擁抱到 同一個價值 嗯 很感恩 就是去到最後 林三個月 真是有個弟兄 他approach的時候 就是第一代組長 他approach的時候 很肯 原來那個弟兄 剛剛就是他提早退休 OK 他都開始在想著自己 不如我供應自己 對啦 我跟著怎樣 那時候 可能在早半年 他未有這個計劃的時候 他真的不想 我這麼忙 我這麼多做 但原來貪慶有時候 就是上帝控制著 就在那時候出現 那最後真的做到 那這個我覺得是 我是很開心的一個經驗 那當然不一定是 所有情況 試試 我都不敢包一定可以 但是至少我 有這樣的經驗的時候 我更加有信心 跟跟著組長說 是做到的 嗯 所以我很欣賞 和很感恩 就是 徐牧師你接監之後 那個改革的決心 特別是2015年的時候 其實那個小組 都未算是很萎縮的 在現在近這五年 教會的小組萎縮 包括增長 包括認罪 包括外在的其他因素影響 那我覺得又很特別 在那段時間做了一個改革 膠盤 我自己也想 你看的可能是 整體香港的教會 但我看就是 我覺得那時候的教會 已經不行了 那時候的小組已經是很 叫做釣鹽水式的 OK 已經開始了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 就是 為什麼需要改革 其實就是 你覺得 不改不行 就是一種 催逼感 一種危機 已經在那裡 而你發覺 再不去應 對付它 之後的機會越來越難搞 越來越大 這個也是一個 很重要的動力 是的 我想 又打破了一些不可能的思想 由15年的時候 雖然教會都算是 輕盛中 但是 在一個組長或是教會角度 可能找人做很難 這些事情 我想 你慢慢改變他們的思維 你自己都可以成長 都可以附著下面的成長 到 在困難裡 大家就去面對 利用的方式就是 一個門徒 一個師父 徒弟的關係 而他 交叛後 那個組長 依然留在組裡 輔助新的組長 這樣說 稍後還要講 一些其他話題 Here and Now 那些新的組長的表現 好嗎 當然 各人的成長 都不同 他要面對 對自己一些生命的強弱都不同 但是我至少見到就是 新的組長 第二代組長 一路做 是一路進步的 嗯 至少沒有人創意 也不會沒有的 一定有比較 他做得好些 第一代的那些 全部都是資深 當然是熟手 第二代是新的 你一比較 是真的比較出來的 但是 我想都是一個 價值滲透下去 這些小組 就是 我們覺得 傳承是一件很好的事 嗯 幫人成長 是一件很好的事 他 他不會一下就 比上一代的 是吧 但是 你要給時間 空間 機會 所以我聽得到 就是 我其實很多組員 其實是很支持 第二代的組長 這個是第二代組長 你自己告訴我 很感受到支持 很感受到支持 很感受到這節目 很陪他一起走 我覺得這個就是 樹祖精神 是啊 就是 我們走在一起 不只是 你又 學一下我 我又 見一下你 有個朋友 就算了 一起成長 這個 也是一個 很重要的dynamic 是 所以我 所以我自己感覺 暫時都很好 當然 還是要繼續努力 去到 第二代交給第三代 對 整個 cycle 我就會覺得 很明顯一個 司徒關係 你和組長 組長 會和新組長 大家一起和新組長 下一個 第一代的組長 就會退 第二代的組長 會一起看著他 很特別的 領袖培育 其實是一個 一路 門徒 領袖 或是領袖門徒 成為教會 一個傳承 第二件事 都很精彩 陈牧師 你之前也在搞身 和我們分享過 你有培育一些 信徒領袖 港道 嗯 到現在都做了一段時間 做了兩年 做了兩年 配育了多少 領袖 港道 也有九個 九個 最初的目標 有十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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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後來有些 有移民酒 所以 最主要有九個 除了短說 其實阿祥陈牧師的短片 大家在較新的 YouTube頻道也看到 他有一堂 教過關於 培育信徒領袖 港道 不過 為什麼你找到 這麼多人的意義 去嘗試港道 港道都 挺有壓力的 為什麼你會這樣做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我想是在 兩三年前 自己 那時候都是 疫情的大力 都是感受到 很多 香港的變化 其中一個 和 弟弟姐妹 和領袖 都一起想 就是教會 跟著會怎樣 疫情雖然在 但是 疫情總會過 跟著會怎樣 其中一個 我們都覺得 要讓 教會 更加 有一種 的 彈性 特別是 在崇拜的 聚會 那個 的 做法上 因為 我們都不知道 譬如 我們有的 唐索 是否一邊都用到的 還是怎樣的呢 譬如有時 疫情 又做不到的 那是否就 只靠直播呢 都開始想這些問題 那其中 最後呢 就是我們覺得 不如試一下 就是用一種 家庭崇拜 就是一個 家庭點的崇拜 的方式 就是說 譬如 譬如 萬一 那個 教會的禮堂 用不到的時候 我就可以自己 變陣 就在不同的 弟弟姐妹的家 就是分成不同的小組 就在那裡崇拜 這個牽涉就是 不同的做法 要是由中央直播 要是 各自有 就是完整的崇拜 有了他 有的事務人員 那我們就選擇了後者 那就一定要更多人 認識港道 所以那時候就 提出這件事 大家都覺得 可以這樣嘗試 於是就開始 密識一些 就是我自己 對於 找他的人 是有一些 譬如 我覺得他對聖經 是很認真的 他 信仰都是 紮實的 類似這樣 我就是 我自己去挑選 就不是一種公開招募 我自己都覺得 是 有一種 這樣的 氣質 需要去判斷 對於 作為一個牧者 對弟弟姐妹的認識 我就這樣去挑選 這裡都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是 有些人沒有被挑選 都會去問 我怎麼會不選他 我唯有解釋 就是 對不起 我暫時 第一批 我是先這個 挺開心的 如果第一批就說 我跟他說 你努力讀聖經 可能第一批神會選你的 然後 我想就是告訴你 你被訓練了之後 你將會 兼擔的責任是多少 這個很重要 就不是一種無限的責任 這樣 就很害怕 不如說到 說到永遠 或者說 原來每句都在這裡說一次 哇 真是同工子 可以大力 我們一年一兩次 就需要講 不過那些是短講 而已 所以壓力就小 講清楚 他需要負多少的責任 他就能夠衡量 可以選擇 還有我就說明 兩年之後 我會再和你review 你是不是真的有這個 恩賜和負擔 如果有的 可以繼續 如果沒有的 或者覺得不是的 你覺得你的恩賜不在這裡 你想做其他的 那麼 就是釋放 會不會有這種情況 他覺得有恩賜 你覺得 都不是這麼適合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你很尷尬 是啊 我就會用一個 就是 不只是我覺得 我整個同工團隊 一起做一個訓練 其實我訓練這些趕道領袖 最後那堂 他要做一次試講 我們叫所有同工一起聽 聽完都覺得OK 才讓他出大堂 所以我覺得 都是有一個足夠的認受性 就是不只是我畫得 還有一個關卡 是啊 所以說法 我這麼多個都出過大堂 都覺得是很好 那很感恩 傳統會司 現在多了九個人 在教會分擔廣道 這個可以在香港教會 很多同工 都或者堂會都可以參考 尤其是現在我們 那麼缺傳統同工幫忙 講到 所以這個大家是需要 一些時間的培養 和在思維上的改變 其實說起全建籠牧師的堂會商進會 他們的領袖培育 其實最近他們都有一種新的 就是青年的培育 時間關係 給你幾分鐘 簡單介紹一下 是很簡單 都是看到青年人 我們都很需要 年輕的領袖 或者同工 以往我們都會想 我們有沒有可以請到 一些年輕的同工 但是以至現在各樣的資源緊絕 人數是降低 其實都幾難 對九個是一個負擔 是的 我想關鍵就是 我們將它轉成 我們不是請人 我們是訓練人 我們是投資在我們的青年人身上 其實大家是很擁抱的 很肯的 覺得資源值得 就是擺放在這些年輕有心的頂前會 問題有沒有頂前會肯定 問題有沒有 我們就試一下 試一下拋出來 我們有一個這樣的計劃 如果你一個星期 有沒有名字 那個計劃 叫以利沙計劃 叫以利沙計劃 好像以利亞訓練以利沙 主要每個星期 你有十幾個小時 我們可以付出來 回來教會 我們按照我們有的一切資源 無論是同工的恩賜 教導你 帶你到處去看不同的堂會 或者機構 或者接觸不同的人 去開你眼界 給他一個場地和預算 他可以想在我們的社區 可以做些什麼 讓他嘗試 就是給這樣的一個 又是訓練 又是實習的機會 還有我們有津貼給他 他也是有一些收入 所以 投資在年輕人身上 希望他找到更加適合他的服事方向 那是否一定是回來 我們自己教育做 不是一定 就是完了這個 但是我們都感恩 我們現在差不多是張銀元 就是上年九月到現在差不多一年了 其中一個其實已經成為了我們的福音幹事 所以這個也是 這個策略不錯 可以找到達人姐妹 慢慢令他成為我們教會 包括郡市將來有機會再做多些事情 我想重要的是 你找到教會裡面還有一些有心的達人姐妹 而你給他一些階梯可以走上來 我覺得就是這個 即是開一點點路 是的 跟他同行 開一點點路 還有我們至往就是那個階級 可能太高 門檻太高 會不會再組裝一級中間的 讓他容易上去一點 還有要讓他嘗試一下 是的 不過難得年輕人 有時可以探討自己的 例如張藍的工作 甚至有一部人在slash 不如教會有這個機會 都可以slash 不需要每天回來 不需要 十幾個小時 那他們會不會有些 有part time 真是slash的同工 挺特別的 他們有part time做 又會回來教會 這個模式 很多教會可以參加 今天都是時間關係 也知道徐牧師 即將有機會探討 會不會再搞一屆 現在已經結束了 有一個議成民方 幹事 很多紀念你們 他們的教會都是很facable 如果有就繼續做 沒有就開新的 短短25分鐘 我們談了組長領袖培訓 討論了信徒港道的培訓 又談了青年人的培訓 相信會不會有困難和經驗 困難當然是說過未必找到人 你都需要教育的文化改變過程 我想都有些衝擊 亦可能會面對未來一個 如果找年輕人的時候 未必找得到 我想都會有不同的挑戰 今天這個課題 都值得我們繼續去探討 今天在香港裏面 我們說沒有人才 找人才 教會也更加是 所以在我們這麼缺乏的情況下 我們都能夠去分析到 孫欣陣營會的經驗 就不是一個必勝的方法 而是一個 在一個合作過程中 我們是有決心 以及嘗試 並且透過我們在這個動盪中 我們相信 神會是為我們預備領袖 在當中的承擔 這個也很祝福其他 香港教會的堂會 能夠去面對未來的動盪 和改變 永遠能夠去勇敢傳承 決心傳承 今天謝謝徐健龍公司 Kent 在我們當中 我們和各位都要說聲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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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